幹嘛 拍了嗎 拍了 乾 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音樂樂 那很開心 我們今天又來到動患開箱系列 那我們這次要開的東西是 做好輩裡面的黑暗戰鬥網中 你有看過做好輩 常常會聽到雅如說 阿古萌發新卡 對 阿古萌發新卡 哇 古萌帽 哇 古萌帽 不是 我沒有那麼快 沒有快 哇 古萌帽 沒有 那他原本在設定中 是從黑牙骨獸 然後來進化成 可以進化成他 然後在動畫裡面呢 他是牙晶獸 他用了一百座的結晶塔 去做成黑暗戰鬥暴戶 所以在動畫裡面 他其實不算是用這部的結晶塔 出現了一個順暴戶 對 我們 不要講那麼多廢話 他出現了我都刀 好 這需要兩人合力了 他說要兩人合力 他外觀就很好看 他外觀真的 不會是MegaPost 對 不會是MegaPost 他對啦 就是MegaPost出現的 所以還蠻大一點的 然後呢 我們先來看 這是他花錢的 他丟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看箱子的本體 這邊 有一個 做好貝02 然後這旁邊是那個 因為他 他20多年 20多年出這一個 對 所以才出 這支 戰鬥暴王獸 然後我 強烈合理的懷疑 他當初應該是做 戰鬥暴王獸 結果我可能墨水 被人扣給了 沒有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開的時候就知道了 慢慢來 有沒有 重重的塑膠味 這個就不能再丟了 等一下 秒我剛能到 你拿開我就能到了 搞錯 我們 我們的戰鬥暴王獸 負陷 不會吧 媽媽 我有買到蝦吃品啦 開始囉 怎麼會這樣 嗚嗚嗚嗚 乾 乾 欸 欸 怎麼人都摸進去了 有力 給他塞進去 哈哈哈哈 他在02的時候 就是我算是第一次出場 他出來的方式啊 就是他製造他的方式就是 剛剛有講過的就是用一百座的能量塔 製造他的成分 對 所以他 因為一百座的能量塔 他的能量很高 對 他很純 這批真的很純 對 多少稀一點 你要嗎 他好幾度把戰鬥暴王獸壓力 最助理的就是他有跟戰鬥暴王獸互丟 蓋的能量炮 對 不要說他很壞 不要說他很鬼 他跟戰鬥暴王獸的個性是完全相反 他是兩個情況 他可以為了自己所要的勝利而不擇走 他是病毒種的數碼裏碼 然後那時候其實02的時候有很多製造出來的 病毒種 可是那些病毒種都是沒有意識的 可是他有單獨的 對 他有自己單獨的意識 所以他非常瞧不起那些異識性的寶貝 變成說他自己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他會活下 為什麼他生存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所以變成他一直不斷的破壞神聖的死 然後最後破壞到最後遇到的那個 四大勝之後是青龍獸 因為其實照設定來講的話 他的盾牌 他這個叫這個在戰鬥暴王獸裡面叫勇氣之盾 日文是 我不會講 然後其實在戰鬥暴王獸裡面 他這些刻紋 是有顏色 是一個太陽的刻紋 就是勇氣徽章 對對對 然後 在設定中其實 黑暗戰鬥暴王獸是沒有這個刻紋的 我那時候看動畫我還重複看了幾次 他後面真的就是空的 對 不知道為什麼他有把刻紋弄上去 所以就我們會開玩笑的講說就是 原本是要做戰鬥暴王獸結果不小心 做成黑暗戰鬥暴王獸了 剛剛講他有很多戰損 所以覺得他做得很棒 對啊他其實真的做得很精細 對像他這邊 他的那個龍獸克星 他的這邊 也有一點就是好像戰鬥過的痕跡 對啊 再來就是我覺得他做得很精細 就是說你看他這邊有一個龍獸克星的手 對啊他真的做得很厲害 對就好像真的是抓出一個東西的感覺 再來剛剛盾牌看過了嗎 其實他也真的也有戰損 一些小部分 再來是他的胸甲 哇他這個胸甲真的做得很帥 他這個胸甲真的做得很帥 他不是上整個純色 是有點類似 鐵灰色 對對對對對 他有點淤開的感覺 對對對 真的做得很好看 你看這邊還是有戰損 就好像是我戰鬥過的感覺 就因為畢竟 天安戰鬥暴王獸 原本誕生的意思就是 為了戰鬥而生 他還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意義 對 所以我們要說他鬼故也是可以 哈哈哈哈 他是為了保護 0-2主角團其中一個都爺爺 然後 因此 上面 差點 就是只留下一點點的力量而已 這樣子 所以他最後他的力量就是拿來封印 蘇瑪貝爾跟光秋連接的蘇瑪貝大人 對 最後自己找到自己生存的意義就是守護 守護別人 就是他其實這個疊是因為 雅古獸人 開導他 對 跟他講的 對 其實就是說 擁有強大力量的地方 去守護比較弱小的人 這樣子 或是自己想要到無敵 對 能力越大 重量越大 你看他的背部 就是跟有人講過的強者 他是不會背對敵的 所以他的背後 絕對不會有傷痕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的 配安戰鬥報告的時候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可以給我們一個讚 那記得幫我訂閱一下 然後有訂閱過的朋友 記得幫我開啟一下小鈴鐺 我是好濤 我是葉瑞 掰掰 掰掰